你可能没想到 2021年 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下载量最大的流媒体应用 是爱奇艺 2022年 泰国流媒体市场占比排名第二 印度尼西亚市场排名第三的是腾讯视频的海外版VTV 而且你仔细看 会发现在泰国 VTV仅仅比排名第一的Netflix低了2%而已 在中国市场 配钱赔了这么多年的腾讯和爱奇艺 怎么在东南亚混得风生水起啊 大家好 我是阿明君 今天跟大家聊聊腾讯视频和爱奇艺 在东南亚的发家手段 2016年 一个叫Viu的视频平台在新加坡出现 它跟韩国三大无线电视台 以及CJ1M签订了版权协议 能让新加坡的观众看到95%的最新韩剧 短短几年 它火遍东南亚 付费用户超过了奈飞 在泰国的市场率里排名第三 这个平台同样来自中国 有李嘉诚的儿子李泽凯在香港创办 腾讯和爱奇艺相比之下稍晚了一点 在2019年才前后脚的推出了海外版VTV和国际版爱奇艺 但势头丝毫不逊色于Viu 从2020年到2021年 VTV的月活增加了67% VIP数增加95% 爱奇艺的日活也翻了三倍 第四季度的会员收入环比增长超过40% 或许单看这一串数字没什么感觉 但是和国内的情况一对比 味道就不同了 爱奇艺2020年到2021年的VIP数 不光没涨 反而还扎实地掉了2200万人 而在东南亚 不仅用户数量飙升 还产出了一系列爆火的电视剧 之前在泰国爆火的黑帮少爷爱上我 背后的金主就是爱奇 主演们多次在泰国和内地娱乐网出场热搜 CP主题杂志 肖然破百万 腾讯视频就更不用说了 一部陈情令吃遍了东南亚 当初一张泰国粉丝见面会门票 炒到了8900块一张 主演肖战的热度 一直到现在都绝告不下 很多国内热度和口碑没那么高的作品 到了东南亚反而都很受欢迎 像去年腾讯视频推出的且是天下 豆瓣评分5.7 评论区更是各种拉屏 但是且是天下的VTV上 已经有了数亿播放量 在IMDB上评分更是有8.1 评论区也是好评如潮 其实国产局在东南亚 也不是没有爆火过 当年的武侠热可以说是席卷东南亚 那时候越南甚至转播了香港的天影频道 专门播中国电视剧 尤其是武侠和古装剧 只不过现在的东南亚市场 早已不是前辈们征战过的行星 现在除了亚洲媒体外 连Netflix、HBO、迪士尼这些欧美平台 都在东南亚有布局 在奈飞这些成熟的平台面前 中国的视频平台 到底是怎么在乱战中 抢到一块肉吃的呢 很简单 这些在国内市场里 摸爬滚打过的老油条们 其实最懂东南亚观众需要啥了 腾讯爱奇艺进入东南亚后 打出的第一招 就是低价策略笼络人心 爱奇艺和腾讯VTV在15元左右 就算是Netflix最便宜的选项 也要30多元 而且爱奇艺和腾讯都是混合模式 除了VIP付费内容外 还有很多免费的内容可以看 相比奈飞的付费订阅制 这就很适合东南亚宝宝的体制 靠低价成功挤进市场之后 爱奇艺和腾讯面对的下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站稳脚跟 市场就这么大 桌子上的菜就这么多 凭啥让你生筷子赚钱 于是爱奇艺和腾讯想的办法 是找人撑腰 连锁本地媒体和资源 提高在东南亚市场的品牌知名度 爱奇艺这边 和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公司Estio合作 让爱奇艺的剧集上架Estio 并且聘请了新加坡外交官 来负责东南亚的扩张业务 让地头蛇带着引路 这一步棋的效果也是相当给力 爱奇艺就是在那一年 增长为马来西亚 下载量第一的流媒体应用 到了财大切粗的腾讯这边 做事的风格就更粗暴了 直接砸钱硬生砸出一个场子 在推出VTV后第二年 腾讯收购了有东南亚Netflix之称的iFlix 而这个iFlix来头可不想 它出生的时候 奈飞还没进入东南亚市场 iFlix不仅拥有来自13个国家的2500万用户 而在2017年 就完成了9000万美元的C论融资 即使2019年奈飞进入东南亚市场 金融会增长仍然超过了奈飞 有了iFlix的加入 除了能够提供用户基数和影响力之外 还顺势帮腾讯补好了第三步棋 内容本地化 爱奇艺和腾讯的野心 可远不止于做国产局的出口 因为东南亚流媒体平台的主要用户是千玺一代 而他们最喜欢的内容是本地剧集 2022年的第三季度 本地剧集的观看占比在46% 像iFlix为了打开市场 团队里有三分之二的人负责做本地化 和超过600家的东南亚电影工作坊又合作 所以要进一步打开市场 爱奇艺和腾讯 不要找本地明星 拍本地电视剧 这回不仅我们要上桌夹菜 而且要夹最肥的那块肉 像开头提到的黑帮少爷爱上我 就在东南亚爆火 除此之外 爱奇艺还有灵魂百度南洋传说 面向菲律宾的Say Goodbye Hello Her 而腾讯这边出手就更阔绰了 直接整了个VTV Origins原创剧集计划 仅是2022年 就一口气上线了40多部东南亚的本土剧集 不仅有那些在国内已经试验过的成功项目 像什么 治我们暖暖的小时光太过半 还有一些专门原创制作的剧集 而且每一部 光听的剧情梗概 就能闻到扑面而来的东南亚海风味 像之前的热门剧 《我的导师丈夫》 讲的就是女主被迫有一名大学奖 是包办婚姻 从看不顺眼到看对眼的故事 而VTV原创制作的The Wife 故事内容 使妻子面对不忠的丈夫和嚣张的情妇 和杀手合作 杀死自己的丈夫 这部剧还获得了亚洲最大电视奖项 第六届亚洲娱乐大奖 包括最佳电视剧导演男女主在内的26项题名 除此之外 腾讯还很会抓特殊市场和特殊人群的喜好 在单美内容盛行的泰国 和当地三家主打单美的公司合作 深耕热门赛道 在VTV主页的推荐里 一排八部影片 有五部都是单美剧 尺度也是一部比一部大 像这部My Blessing 我随便滑下进度条 发现第一集 主角们都已经把该干的差不多全干完了 根据腾讯负责人的说法 这些本地剧集的观看量巨大 能迅速获得新用户 是国产剧的十倍 不仅收益高 对平台来说负担也更小 因为东南亚地区的明星价格 远远低于国内 根据PostJump发布的台名 2022年片酬最高的泰国女性 电视剧单集片酬 也就4万人民币左右 这个价格在国内 可以说是18线艺人的片酬了 什么日新208万 人家想都不敢想 爱奇艺还干脆在东南亚造起新来 和新加坡的娱乐集团 长信集团合作成立了宠爱娱乐 专门挖掘和培养东南亚人才 除了以上这三点原因之外 两大平台的发家还有一个有点隐秘的原因 东南亚国家对于外国媒体的审查 一向都非常严格 比如LGBTQ的相关内容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这俩国家基本不让播 因为内容问题 奈飞已经下架了至少10部作品 甚至在奈飞刚进入印尼市场时 被当地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以内容审查为理由 封杀了4年 和苦逼的奈飞比起来 国产局已经经过一轮审查 所以在国外的审查阻力就会小很多 靠着这几项操作 爱奇艺和腾讯在东南亚进入了异常顺利 成为了流媒体市场里 一军突起的一支流牌 不过两家平台 在东南亚的战斗也才刚刚开始 根据谷歌的一项研究预测 到了2025年 东南亚的视频订阅收入将增长5倍 为了拿下这块流媒体新大陆 各家都在使出浑身解数 老玩家们已经在跟进了调整策略 像奈飞降低了东南亚用户订阅的价格 新入场的玩家们也来势汹汹 2020年才进入东南亚的迪士尼 以及成为付费用户最多的流媒体平台 爱奇艺和腾讯这边 虽然对症下药的策略 确确实实地抢到了份额 是个弯道超车的法子 但因为推到东南亚的具体质量 距离奈飞和迪士尼这些强势玩家 还有一段距离 市场份额是抢了手了 可占用用户时长最长的平台 依然是奈飞 占比达到40%以上 VTV只有10% 用户可以用低价和噱头吸引进来 但想实大实地留住它们 只能靠过硬的聚集质量 作品质量太拉的问题 爱奇艺和腾讯 在国内应该已经吃过不少教训了 所以这两年 两家都在忙着转型 也带来了不少像漫长的季节 狂飙这种好作品 破局的门路是摸到了 能不能继续在激烈的战场中 站稳脚跟 就看两家 能不能在内容和成本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的点 生产出质量上层 适合更多文化群体观看的作品 好了 这里是哈宾君 这里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欢迎你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互动 最后拜托我们的关注一下我们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文化差评 我们下次再见